中旅夜巨人丹斯里拿督李申静博士 前天因病离世享受80岁 李家在布城的自家府邸社林 未来两天都开放部分的时段 让民众前来调研 正常领袖陆续献身丧礼 就是要给李老先生至上最后的敬意 今天是IOI集团创办人 丹斯里拿督李申静博士的丧礼 现场下起了倾盆大雨 桑府今天开放民众调研 但不允许媒体入内采访 一众媒体只好守候门外 桑府从中午12点起开放 让正商名流和公众到灵堂调研瞻仰 谈其已故的李老先生 正商友人无不对他的离世深表遗憾 同时也高度赞扬故人 对我国棕油产业 以及华文教育的贡献 他是一位德高望中的商界领袖 那么在过去 大家都知道 他是一个家户一小的 这个种植业的举止 而且更重要的是 他非常努力的介绍 向全世界介绍推荐 马来西亚的棕理 那么他除了在这个种植业 有他的自己的名堂以外 他更加是一位我们说慈善家 日行教育 哈古勒华小 没有李生金 没有哈古勒华小 李生金的失事 可以说是国家跟华社 一个很大的损失 因为他是华社企业家 最成功的一位 一个典范 这次他的失事 我们很感到非常惊讶 因为他还是说 3号要做个生日 6月3号 从大门外往日内望去 李老先生的灵堂 布置得庄严素雅 现场的气氛哀伤领重 能源科医与环境部部长杨美英 也暂时放下工作 和丈夫李耀生 在场感谢每一位评调者 马新社新闻台 叶什妮采访报道